近年来,乌克兰辖区的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之间,冲突不断加剧,双方围绕信仰、历史、归属感等问题,一直摩擦不断,使得该国陷入了内乱的境地,而俄罗斯的趁虚切入,更成为了本土双方独立的导火索。 终于在2014年,乌克兰领土爆发了亲俄派和普京,签署入俄事件、克里米亚事件,而同期的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,也趁机宣布成立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。 由于顿涅茨克地区亲俄派的自主独立行为,为乌克兰当局不容,从而引发了乌政府针对该区域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行为。 战斗的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,而乌政府丧失了该地的绝对控制权。 即便如此,以波罗申克为首的乌执政党,依然没有放弃收回该地的决心。 因此,这场关于顿涅茨克独立和乌政府反对其独立的斗争,一直在继续。 4月6日,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,援引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驻顿巴斯冲突壁区监控与协调停火。 问题联合中心代表宣告说,乌克兰武装力量在过去的一昼夜20次破坏顿巴斯停火制度, 即乌克兰军向顿巴斯地区发起20个波次的进攻。 据悉,乌克兰军动用了多种榴弹发射器,及小口舰武器。 而就在前几天的3月31日,即乌克兰大选当天, 乌军还动用120毫米重型迫击炮,向顿涅茨克发射了26枚炮弹。 此刻乌政府正值总统大选之际, 该方面撕毁停火协议。 其政治意图不言而喻。 其一,顿涅茨克地区,作为乌克兰曾经的政治省份。 其独立行为,并未受乌克兰政府承认。 所以乌克兰肯定不会轻易放掉顿涅茨克这块肥肉。 因为顿巴斯有矿有重工业啊。 其二,由于俄罗斯民族在乌克兰境内遍布, 大部分俄民族,一直想要加入俄罗斯。 这使得本地的亲俄派,一直有独立的想法和举动。 而这对于乌当局是极其危险的。 因此不排除乌当局通过打压顿涅茨克, 从而威慑其他地区的亲俄派。 其三,外部势力参与的调停协议, 对于乌当局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。 相反第三方的介入,成为了乌克兰政府武力收复该地区的羁绊。 一方面是停战协议的约束, 一方面是国土丧失的现实。 这使得乌总统内心焦躁不安。 因此即便在大选之际, 乌政府的炮火仍然飞向了顿涅茨克地区。 此外,顿巴斯地区的力量决逐, 在背后其实是美俄两个大国的较量。 乌克兰军之所以猛攻不断, 正是有美国在背后撑腰。 大名眼人都知道, 蓝根本就只是美国的一颗心。 想当美国的盟友资历, 你还人眼不够。 不过乌克兰倒是真听话。 比主子预期的都要积极卖力。 看样子, 俄罗斯也是时候做做样子了。 给顿涅茨克的兄弟们, 冲个气, 加把劲。